老婆 沦为丐帮的冯道成终于回来了 朱露西还以为老公良心发现 要回来承担债务 因此出现在了相约的地方 可没想到冯道成竟然提出 让朱露西问父母继续要钱 用来偿还他所欠下的巨额外债 朱露西果断拒绝了渣男的要求 不气馁的冯道成 又开始哄骗朱露西卖掉别墅还债 天真的朱露西马上答应 朱露西以为只要还清债务 冯道成就会一直守护在自己身边 可朱露西不知道的是 冯道成根本就没想过还债 他让朱露西卖别墅的目的 是想拿着这些钱继续跑到国外享受人生 幸运的是最后王斌买下了朱露西的房子 此时的王斌直接戳穿了冯道成的真实嘴脸 原来一直暗恋朱露西的王斌 在看到朱露西不开心后 他就开始暗中调查起冯道成 王斌告诉朱露西 多年来冯道成一直打着朱露西旗号 到处坑蒙拐骗 冯道成还用骗到的钱 把自己老家初恋和儿子送到美国 这次冯道成回来 就是为了榨干朱露西最后一滴血 得知所有真相的朱露西最终选择了报警 大结局中朱露西带着女儿嫁给了王斌 婚后朱露西才知道王斌竟然是个超级富二代 朱露西也活成了所有妈妈中最成功的女人 简直不要太幸运